会唱歌的石头 小头爸爸 我想要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我想要一个小的木头房子来当宝库 你有多少宝贝 还需要一个房子来装 不用特别大 就这么大就行 好吧 明天给你买一个 不行 我要自己做的 因为我的宝库只能有天花板和墙壁 不能有地板 那是什么房子 只有天花板和墙壁 没有地板 那不就是壳子 所以得自己做 您不如说你小时候做手工特别厉害 能帮我做一个吗 这个没问题 就是这样 没错 小头爸爸好厉害 这就是我要的宝库 不过说真的 这装不了什么东西 而且太容易被人给打走了 没关系 我觉得没问题的 谢谢小头爸爸 大头儿子 我这小问题 昨天给你做的宝库你用上了吗 刚来了 小头爸爸 用的特别好 正好把你的宝贝装进去了 当然了 不过你能把你的宝贝拿来给我看看吗 我真的很好奇 我也很想拿给您看看 只不过我的宝贝不能动 所以拿不下来 不能动 不能动 那是什么宝贝 比那个好多了 是一个特别好的宝贝 好吧 我猜不出来了 随你开心就好 小头爸爸 小头爸爸 有事求你 又有什么事 我的宝库不见了 你还得再帮我做一个 什么 吓死我了 你们俩说什么 一惊一乍的 大头儿子发现了一个宝贝怕丢了 让我给他做一个宝库 现在宝贝没事 宝库又丢了 我说的对吗 没错 就是这样 所以我想让小头爸爸再给我做一个宝库 什么宝库不宝库的 你在哪儿发现的宝贝 就在小区里 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宝贝 小区里 小区里能有宝贝 还被你发现了 对 是我和棉花糖一起发现的 大头儿子 你跟妈妈说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贝 您听说过会唱歌的石头吗 会唱歌的石头 我以前听说过一首歌 说有一个石头会唱歌的那是传说 大头儿子 你确定没有听错吗 难道是你幻听了 还是耳鸣 我们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 我不要去医院 我没听错 石头就是在唱歌 棉花糖也听见了 好吧 为什么石头拿不走 他的个头很大 大概这么大 我彻底迷糊了 这样吧 你明天带我去看看那个石头 如果它真的存在 我会帮你做一个宝库好不好 一言为定 你是说会唱歌的石头就在草坪上 光天花耳之下就这么放着吗 没错 就是在草坪上放着 没有人去捡 也没有人要搬走 太奇怪了 就在那儿 真是块石头 搬不动 他马上就会唱歌了 你听 我知道你的宝贝是怎么回事 你看后面有孔 你看 这不是石头 是做成了石头形状的衣箱 放在这里是为了播放音乐 如果有些奇迹的事情 比如说需要播放虚人体制什么的 都可以用这个衣箱 我之前给你做的宝库 你就用来装这个了 你这个牌子 是的 就扣在这个上面了 应该是被管理员收走了 你用宝库套上它 它就工作不了了 原来是这样 那它就不是什么宝贝了 我的宝库也没有必要做了 不要说就不对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小区 和爸爸妈妈走散了 这个衣箱就有用了 可以帮助你找到爸爸妈妈 如果爸爸的车被别人挂蹭了 人家等爸爸来商量修车的事 也可以通过这个衣箱来找到我 所以说它就是个宝贝 没错 而且是大家的宝贝 我们应该安心它才是 就像小区里其他的设施一样 大家一起来爱护它 没错 这个会唱歌的石头也不一样 糟糕 我得赶紧去通知棉花糖 通知它什么 棉花糖说让他妈妈给会唱歌的石头吃一件毛衣 我赶快去告诉他不用那么做了 我赶紧去通知棉花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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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雨的单位我已经报名了 捏橡皮泥 我喜欢 周末我正好要参加同学聚会 恐怕没时间参加了 帮你两个男子捍卫家庭增光了 怎么样 大头儿子 好 好像不太像飞碟 也不太像东海龙王 小豆爸爸 你捏什么 我随便捏就捏成了个宝塔 怎么样 不错 好漂亮的宝塔 小豆爸爸 你真厉害 当然了 我们的目标是为咱家拿到第一名的 让我来捏一个超级酷的哪吒 这是哪吒的三个头 三头六臂的哪吒 谁说我是哪吒 我是三头掌神怪 大头儿子 你确定这是哪吒吗 好像不太像 何止不太像 简直太不像了 让我再改一改 大头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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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参与 你都不像没关系 再捏再捏 当然有关系了 我捏得这么难看 会被其他的小朋友笑话的 小头爸爸 你去三家捏香瓶尼大赛吧 我来给你加油 好不好 大头儿子 只有我一个人代表全家去参与比赛吗 大头儿子 我说你还是跟爸爸一起参加捏香瓶尼大赛吧 不 我捏得不好 还是小头爸爸你自己去吧 你要有信心 我的信心丢掉了 看来我说什么你都不愿意参加比赛了是吗 我给小头爸爸加油 助威 走开了 小比方 怎么回事 我的手指被折到 小头爸爸的手指变成胡萝卜了 疼不疼 疼不疼 要不要紧 疼 更糟糕的是 我的手指肿成这样 恐怕没办法 你也下瓶尼了 那可怎么办 大头儿子 你看 咱家的牌子都已经挂在牌子上了 如果没有人参加比赛的话 我们肯定回到零分的话 零分可不太好 你说怎么办 我代表咱们家去参加 好 这才是我的大头儿子 爸爸会揭住你的 可是小头爸爸 我还不知道到底捏什么 随便捏就行 可是随便捏捏什么 你平时最喜欢的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吃 你喜欢吃什么 我最喜欢吃涮羊肉 好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欢迎各位邻居的光临 社区橡皮泥大赛现在开始 加油 小多爸爸 是这样吧 没事 加油 我的橡皮泥羊肉片完成了 太像羊肉片了 太有创意了 大头儿子 你真把我没力感到自豪 你要相信自己 做事情一定要要相信 就算不是你最擅长的也没关系 最起码要试一试 说不定就成功了 真的 我的信心又回来了